妳不是說瀏海妳不適合嗎 為什麼妳突然又覺得妳適合了 第一個因為我頭髮在掉太多了 因為濕太多東西了 職業病 我就把頭髮染淺 染淺 因為我沒有染到這麼淺過 然後我長度把它剪掉 然後因為我的瀏海不是整齊的 就是它可以隨便放 即使這樣都覺得是OK的 真的 可是在以前我那個年代 這種瀏海就是沒吹好開掉 沒有 現在反而要這樣 要這樣 現在要這樣 現在最怕的就是齊齊的 然後再來就是經過 新梅姐跟凱文老師指導的 我的妝就變了 是不是 就是畫眼線戴假睫毛 因為太久沒有戴假睫毛了 漂亮 水感 就整個好像有比較好一點點 是 好很多 但是剪瀏海要小心 因為 因為Tony老師的瀏海是剪壞的 不是 Tony老師是另外一種的 因為如果妳的有水腫的話 有瀏海的頭髮 就很容易看起來臉很遠 腫不腫 對 然後妳其實到這個長度 有瀏海 妳到底這裡要很直 妳看我就是如果很直 臉就很大 可是如果我這邊又用太圓 又太成熟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美感 真的喔 對 好